选委会最近宣布推迟落实18岁投票的决定引起了争议 不知迎来朝野领袖不满 更有网民指控 政府是因为担心年轻选票不投他们 而不敢尽快落实 针对这件事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友丁今天重申 政府并没有干预选委会 他们是因为几项问题当中包括了年轻选民住址不明确 以及各州政府是否已经通过修宪 让18岁胜选候选人来担任国州议员等等的问题 才做出要展延18岁投票的宣布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友丁 今天在吉打笨童出席活动回应政府 推迟落实18岁投票的课题时 就特别举例说 年轻选民住址不完整是原因之一 他指出 有些住在郊外的年轻选民 身份证上的甘榜地址原本就不完整 没有门牌号码等等 选委会很难要鉴定对方 应该要在哪一个选区投票 只要不再结婚 旅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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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没办法 后来有些人通过来就没办法 或是他们必须要继续 不必须要继续 达基友丁就促请民众和政治人物 不要过于偏激或者是侮辱选委会和政府 毕竟来届大选最迟会在2023年举行 还有两年时间 就让选委会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整选民资料